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104集 反击 怎么个反击法 深夜12点 福泽堂里边 由于事态几年 福泽堂里边 依旧保持着 昨天那副 好像是遭了小偷 或者是惹了城管的样 货架子横七竖八 诺大一张办公桌 散碎了一地 崔先生并没有放张世飞 李莱英两人回家 而是买了一些宵夜以后 让他们一起又回到了福泽堂 你还别说 这是张世飞第一次 见到崔先生坐出租车 刚才在那车上 张世飞望着坐在后座上的崔先生 这分头一上车了 脸似乎都绿了 两腿不住的颤抖着 双手呢 似乎都不知道该放哪好了 听这个易新星啊 曾经跟他们说过 啊 崔先生这个叫做 刺激性脑线体 分泌失控 导致的间歇性 心理严肃混乱 简单点说 那就是出租车恐惧症啊 那还是在密山回来的火车上 老姨跟他说的呢 当时听完以后 张世飞和李莱英俩俩人呢 便笑得前响后合 心想着 这真是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啊 想不到还会有这种傻逼的病存在 看那崔先生平时厉害轰轰的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两女一杯都不再眨眼的 想不到他还有这毛病 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事物 不管是什么都会有弱点 就像是这崔先生吧 斩妖除魔什么的 在他这就跟喝凉水那么容易啊 可是呢 谁又能想到 其实只要一辆每公里收费 只要一块酒的下粒 就能轻松把它放倒呢 李莱英在一旁偷笑 可是张世卑死时却没有笑出来 因为这分头看上去确实很痛苦 刚才听一新兴说了 他们之前也是坐计程车来的 如果不是这样 只怕张世卑现在已经将自己脖子给掐断了 想到这儿呢 张世卑就算是再没心没肺也笑不出来了 只能满是感激的望着崔先生 崔先生那时本来就哆嗦 见张世卑这么看着他 顿时骂道 看个屁 怎么跟中邪了似的呢 什么眼神啊 你是不是不能泡妞憋坏了 我告诉你啊 不可能 我们之间是没有结果的 张世卑只好苦笑了 然后转过了头 将这份感激之情藏掖于心底 毕竟男人嘛 心里有数就好 还好 福德堂到了 下了车以后 崔先生立马就换了个样 只见他双臂高举 然后感叹道 下次可再他妈不做这破碗了 老义啊 过两天给我联系一辆二手的屁驴子 啊 这屁驴子啊 就是摩托车呀 一星星下了车连连点头啊 咱们要买就得买那种 以前公安起的那碗 旁边带抖着的还能妥我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啊 走进了福泽堂 张世卑和李兰英紧随其后 推开了门 第一眼看见的不出意料 还是那沙发上坐着的啥鬼董思哲 张世卑塌了口气呀 心想着 这世界上真是只有想不了的福 却没有遭不了的罪 他们几个忙的都脚打后脑勺 差点挂了 可是董思哲呢 却还在那跟淘宝58元包邮 还送震动的充气娃娃似的 不过他又想了想 这董思哲本身就已经死了 所以没啥好气的 见几人回来以后 里屋里呢 刘雨迪由这个黄衣女鬼搀扶着 就走了出来 见到众人都平安无事 那刘雨迪便也放下了心来 他对崔先生说到还顺利吗 崔先生的表情似乎已经回答了他 只见崔先生面带着微笑 对他说道 饿了吧 看看 我给你买肉了 说吧 他便晃了晃手中那塑料袋 里面是几个装满了菜的一次性饭盒 李莱英在一旁探讨 分头啊 你说你啥时候对我俩也能这温柔啊 怎么的 感情这红烧肉不是给我买的 我温柔你大爷 猪肉都涨价了 直都不 赶紧啃两口包子 然后咱们还说正经事的 众人都苦笑 但是也没办法 现在福泽堂啊 屋里乱的可以 于是呢 他们也没那么讲究 除了刘雨迪坐在电脑桌旁边吃着豆以外 四个人都是席地而坐 一边啃着回乡馅的包子 一边开着小型的除魔聚餐会 相比刚才 现在大家的心情稍微都平静了一起 张世飞的心情也缓和了过来 一边听着李莱英边吃包子边骂衔街 一边苦笑 这胖子呀 估计是想刻意的调和一些气氛吧 只见他不入的说这损包子 一口没咬着馅 两口直接过去了 张世飞笑了笑没理他 而对那崔先生开口说道 分头 你刚才说要反击是怎么回事啊 崔先生笑了一笑 将手里的半把包子塞进了嘴里 一边嚼着一边对张世飞说道 当然要反击了 要不然老这么被动怎么能行的 别说这包子馅确实挺小 妈的就不能在医院旁边买吃的呀 哎 帅哥给我倒口水喝 他这句帅哥也不知道是对谁说的 但是话音刚落 只见他一新兴便站起了身子 一边嘟囔着 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一边拿几个杯子接了些茶水 真想不到这一新兴的一名如此新潮啊 李来英心想 这要是再涂点都够埋进棺材里了 一新兴接了杯水 递给了那崔先生 崔先生接过后喝了一口 然后将杯子放在了一旁 他见众人吃的都差不多了 便正色的说道 哎呀都吃饱了吧 吃饱了就说说正事啊 终于进入正题了 众人也就都停了下来 各自点了根烟 张士飞问道 快说吧 我们要如何反击啊 那崔先生冷笑了一下 然后从兜里掏出了之前 在张士飞那拿的一百块钱 张士飞心中这个纳闷啊 心想着难道分头跟自己要钱 不是为了买夜香 只见崔先生望了望一新兴 一新兴点了点头 显然已经知道了崔先生的用意了 崔先生便说道 要反击就趁早 今晚我们就杀他的措柔不及 你是说 这钱那卵腰手中也有 刘宇迪在崔先生身边轻声问道 崔先生点了点头 没错 等会儿 见他们自顾自的说话 这个张士飞和李兰英 有点张儿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张士飞问 可是咱们要上哪去找卵腰去啊 崔先生和易新兴和刘宇迪三人 相视一笑 你觉得那个叫小九的卵腰 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不知道 李兰英说 是太能装犊子了 只见他崔先生笑了一下 出奇的没有骂李兰英 别说 你今天是真开笑了 还真让你猜对了 没错 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太能装犊子了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这是那些自认为可以掌控命运之徒的通病 张士飞心中有些无语啊 李兰英听崔先生夸的 不由他笑道 这算呀 这算瞎猫遇见了死耗子呀 张士飞心想 这时呢 那崔先生又将手中的钱晃了 他就是太高估自己了 百密一书 竟然没将那二十块钱丢掉 反而收了起来 不是 可是即使这样又有什么说法呀 那一心心开口了 他傻笑了一下 一看你就不懂了吧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寻人找鬼的方式全在于补算之处 也就是雨迪妹子的看家本领 但是为什么寻不见那卵腰的方位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记号 这个记号可以是生辰八字 也可以是妖气的显露 这一点 那小九做的确实不错 但是这次他收了你的钱 明白了吗 张士飞和李兰英顿时恍然大悟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那张士飞慌慌问道 你 你也是说 你们可以通过这钱而找到那孙子 是吗 没错 崔先生朗声道 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单独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三个人加在一起 却没有什么不可能 说到此处 那崔先生起身 然后对着刘雨迪温柔的说道 哎 又要让你受累了 刘雨迪笑着摇了摇头 不怕 只要能早点把董姐姐救出来 让你心里不难受就行了 再说了 我吃了肉 现在精神足得很 那刘雨迪边说边吐了吐小舌头 崔先生望着他满眼的感激之情啊 只见他柔声的说道 谢谢你 丫头 等到这件事情全办完了 这崔先生啊 平时就跟个三青子老流氓似的 只有在刘雨迪的面前才泄露出这种温柔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时之间嘛 气氛竟变得很是温馨的 一星星和张礼二人相视一笑 那沙发上的黄衣女鬼 看见这一幕后也笑了一下 然后牵起了一旁 那男鬼董思哲的手 刘雨迪一翘脸为红 然后对他说 行了 我明白 大家都在呢 崔先生点了点头 等再转头时呢 已经恢复了认真的模样了 不过看上去却有些不伦不类的 因为他那张脸呢 一半脸是面瘫 搞得现在一半表情认真 一半表情却跟个伪娘似的 只见他十分严肃的 对一星星说道 老一 吵家伙 开招 好嘞 那一星星起身走进了里屋 似乎是去那柜子里翻着什么 刘雨迪呢 也拧亮了电脑桌上的台灯 然后一只手按着计算器 一只手拿着笔 在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 趁着这空档呢 那崔先生便嘱咐起了张力二人 只见他对张世卫说道 一会儿啊 我和老义 就要去杀那卵妖小九 你们两个留守在这里 明白吗 张世卫心中有些不快呀 要知道他真的很想跟崔先生一起去 将那恶心的卵妖碎势万段 李莱英也抱怨呢 不是奋头啊 不再比这样的呀 你老说要锻炼我俩 可是啥事都不带我俩呀 崔先生没废话 只是对他指了指刘雨迪 和那沙发上的两个鬼 然后对胖子小声说道 他们不去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两人没话了 这是想让他俩来保护 这俩手无腹肌之力的女流之辈呀 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上 两人自然也就没啥话说了 于是便点了点头 这时那一新星从里屋走了出来 怀里抱着一堆东西 而刘雨迪速度也写完了 便让出了桌子 崔先生和一新星将那个电脑桌搬到了屋子正中 老义将怀里的东西往上面一放 两根红蜡烛 一个香炉 三只碗 放好之后呢 崔先生拿出了五只共香 点燃了 插在那香炉之中 取了白米和小米 分别将两只碗装满 另一只碗中呢 调好了鲜红的朱砂 一切做法以后 崔先生又从刘雨迪手中接过了那张纸 将纸拿在手中啊 同时将张世飞给他的一百块钱 拍在了桌子上 只见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十分庄严 然后从桌子下抽出了一根毛笔 从碗中呢 战了战朱砂 若有所思的看了看那张纸以后 便一皱眉头 左手截了个剑指 朗声念叨 祖师灵宝 天尊在上 今日弟子除妖乏力 特请 福神扎品郎下界 以扬仙家威灵 一声鹤霸 又起一声 急急如律力 说话间呢 他右手已经比走龙蛇 在那张面值为一百元的钞票上画了起来 他画的自然不是什么违法信息啊 而是一道符 一起喝成丝毫没有逗留 画完符以后 还不忘摆了个造型 将朱砂笔伸到了烛火之上 被烛火灼烧的朱砂笔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只见崔先生又举起了那笔 趁热呢 在那张钞票上连点了四下 一点清清水 二点止卧龙 三点开灵窍 四点通幽明 急急如律令 大声喊完以后 崔先生对着身旁的一心星说道 搞定 该你了 那一心星笑了 瞧好吧 喜欢喝还是蛤蟆 崔先生一边擦汗一边回答道 随便你 说完以后 他便退后了几步 一心星走到了桌子前 拿起那张百人钞票 便开始反复的叠着嘴中还念念有词 只是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其实有个问题 张日飞想问好久了 他见崔先生现在没事了 便问他 对了 分头 我能问你件事吗 崔先生忘了忘他 什么事啊 不是 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的本事是跟鬼学的 哎 他们也一样吗 我的意思是 我怎么觉得你们三个平时念的口诀有些像的 这到底什么本事啊 崔先生笑了一下 似乎也不想瞒他 便有些感慨的说道 我们是三清书的传人 各自有一门决意 而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三清合一 以后再跟你细说吧 三清书听上去挺拉风啊 张日飞心里琢磨着 不多时呢 只见那一新星笑了一声 大功告成 嘿嘿 众人上前 只见那桌子上出现了一个由钞票叠成的纸蛤蟆 只见那崔先生说 嗯 还真符合你的审美观 算了 蛤蟆就蛤蟆吧 能带路就行 李莱英在一旁有些好奇的问着一新星 李哥 这啥晚上啊 你们忙了半天就为了做个手工啊 只见一新星轻蔑的一笑 然后呢 对李莱英一摆手 你呀 太天真 naive 英文 懂吗 你当这是普通蛤蟆呢 告诉你啊 别小瞧这蛤蟆 当年 算了 跟你说啊 这可是三清合一的产物 名为悬门引路指缠 这可是足以窥视天道的东西啊 哎呀 真不实惑 赢了 别拼了 崔先生打断了一新星 还英文的 你怎么不学名歌呢 干正经事 妈丢的 那一新星对着尴尬的一笑 然后从那桌子上拿起了那只装满了小米的碗 倒在了桌子上 然后截了个手印 大声说道 九天之上好洋兵 九地潜藏可力营 扶兵带向太阴卫 若逢六合立陶行 逃到人间化金蝉 走民引路尊号令 开 他话音刚录 只见那只纸蛤蟆顿时一颤 竟然跃上了那小米之上 崔先生见状 便迅速的又拿起来那一碗大米 然后对着门口仰手一泼 大声叫嚷道 急急如律令 去 刷的一下 那只蛤蟆顿时像有了生命一般 只见从桌子上一圆起 正正好好的就落在了门口的大米上 然后不住的向那玻璃门撞去 张氏飞格里来 望着那活蹦乱跳的纸蛤蟆 心中满是惊讶呀 这真太厉害了 想不到还能这么玩呀 那崔先生见纸蚕之术生效 并没有放松 他对那刘以迪说道 等我 今晚就做个了断 刘以迪点了点头 然后对他说道 那你和一个两人小心啊 我就在这等你 他刚说完 一心心便笑道 嘿 行了妹子 你早点睡吧 这俩小子在 应该没啥事 嘿 你俩 今晚别睡觉了 知道不 招子放亮点 只见那崔先生顺手抓起了自己的手包 然后对两人说道 等我电话 张氏飞格里来 应点了点头 张氏飞说 放心吧 替我好好收拾那孙子 崔先生一笑 眼中满是坚毅的深情 然后他对一心心一招手 两人便拉开了房门 房门刚一打开 那只纸蛤蟆便迅速的蹦了出去 两人慌忙跟上 张氏飞他们走到了门口 目送两人 见他俩一路小跑 没多久便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那么 崔先生的主动出击有没有成功呢 欲知详情 下回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